1,2,3,4,5 停125.5元价位 相较于其他亏损的一个产业 例如说面板或是在LED的部分 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宏达电的每股净值 这个股价净值比 的确是有这个偏高的疑虑 宏达电靠着VR产品股价甜滋滋 但外资却市井 若以近期亏损的电子股来比较 面板厂友达去年前季每股亏损 0.8块钱比宏达电少 每股净值比却远比股价还要低 甚至触控厂TBK成宏 14号涨停在88.2块钱 也比净值股差不多 反观宏达电的股价 却比每股净值83元高出许多 股东会的日期 到时候这当中会定在哪一天 那到时候龙卷强制回补日 也就会定出来 股价通常在龙卷强制回补之前 应该都还是愈小不易 在走一个筹码战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可能会继续嘎空 但等到龙卷强制回补之后 会不会嘎完空头再杀多头 这也是投资人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分析师提醒 宏达电在宣布强制回补日前 多观察动向 才不会因为这波多头 又再度被关进套房 三选学生理学院组合报道